自从高音响性侵案被捕之后,关于她的传言是一层出不穷,有人有假,届时一日高音响案件再次开庭,这次将出流最终保释结果,女双碍人的信息在当地的华人社区已经传遍了,虽然不是什么白富美,但是也是一位高知女性不少网友质疑,女双碍人张某些日事先人跳,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娱乐轻轻的发生,双碍人是在丈夫吃到自己被性侵后才选举报案,而目前双碍人因为长期的经济紧张,已经换上了创伤性应急反应,现在不能受到任何的刺激。 而上面收到的线人票也是案件的一个突破点,女双碍人张某些旗,家庭的财务状况也会被调查,高音响案件一波三折,好不容易保持运功,物业案件稍微告一段落,可她当时一起被捕的王金,既曾经打算转做物理证人,只有可能与被害人一起指控高音响,此外,受害女性也因为高音响律师比较她与王金摟抱的女性,一期之言从被害者变成出轨女,目前心情状态极不稳定,希望案件尽快水落石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